儿臣见过父皇 嗯 起来吧 知道朕找你来做什么吗 恕儿臣愚钝 望父皇提点 哼 你不愚钝 你非常聪明 朕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狡猾又聪明的女人 父皇 儿臣最近没有闯祸 没有惹您老人家不高兴吧 你 身为猎王妃 昨天为什么不劝着点猎王 非要再闹出点人命 你们才高兴是吗 哦 原来是沈侯爷告状 昨天的事 你们沈家还有脸说呢 皇上 都远臣教子无方 卓儿千不该万不该 上门求猎王妃 昨天甚至还连累八公主受惊 都是臣的错 故意提到八公主 就是说沈卓救了公主有功 又没有明知说 不过昨天的事 北五帝肯定早知道了 不需要沈家特意邀功 这人着实狡猾 昨天沈大公子救了小八 猎王却把人打成重伤 原本人已经因为你 终身都需要坐轮椅 现在倒好 直接把人打到躺床上 如此胆大妄为 无法无天 你们夫妻俩是想反了天吧 我们皇室可没有像你们这样心狠手辣的人 那沈家纵容儿子 买同江湖杀手刺杀我 还挑唆几个世家公子 试图回我明解 这件事 父皇怎么处置 就算我微不足道 可好歹也是猎王妃 身为猎王妃 难道不是慕容家的人 还是说 猎王难道不是慕容家的人 所以父皇忍心看着 一个下沉羞辱我 住口 休得胡说 沈燕是有错 可她已经被废了命根子 这个教训还不够吗 本来 我不打算追究这件事 打算放了她沈燕一马 可你们说到沈卓受伤残废的事 那我就不乐意了 首先 昨天是她自己死皮赖脸的跑到王府 找我救她弟弟 本郡主拒绝了 她就是不要脸的赖在王府不走 她这么不要脸 大晚上的 难道我们不要睡觉啊 王爷脾气上来了 揍了她几拳怎么了 谁让她私闯王府呢 现在私闯民宅的 都是怎么处置 沈侯爷不清楚吗 还敢告状 你们沈家真是祖传的不要脸 还有 沈卓残废 他要是真残废了 你沈侯爷怕是早就抄八百米尖刀来杀我了 会这么淡定 再说 你们沈家怎么有脸说她是因为我才残废 明明就是沈侯爷自己一掌 把你宝贝儿子吉良谷打断的 跟本郡主有半毛钱关系吗 父皇 威儿说得对 沈卓残废的事 怎么能算到我们头上呀 你们的住口 皇上息怒 都是臣的错 知道错了 你还告状 那就是故意滋事生非 沈侯爷好歹是一平侯爷 朝廷忠臣 没想到也是如此糊涂 公司不明 凤鸣威的嘴巴是公刃的毒蛇 不要招惹她 一旦招惹她就能活活气死你 你 帝王妃 本侯忍你三分 你不要欺人太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